在中国古代形容才女会用到一句话,那就是琴棋书画,样样精通,当然在现代也有很多的才女存在,只不过这个棋却甚少有精通的美女。 今天我们说的这位就是一位围棋高手,她的围棋达到了职业六段,她就是来自台湾的黑佳佳,黑佳佳1994年出生于澳大利亚,是一名中澳混血儿,她从6岁开始学习围棋,14岁在中国定段成功,2010年黑佳佳代表中华台北参加广州亚运,并获得围棋女子团体铜牌。 同年的冰胜碑世界女子赛中,黑佳佳还获得了亚军,因为奇迹了得,长得又好看。 所以黑佳佳在2012年的时候,还被选为世界围棋形象大使,2011年黑佳佳晋升围棋五段,成为了台湾有史以来,段位,最高的职业女棋手。 2012年黑佳佳为奇再次晋升成为六段,2018年3月,黑佳佳还获得了三颗碑世界女流最强战亚军。 9月8日,许久为更新信息的黑佳佳,在个人社交平台晒出了近照,并配文,去年考到汽车驾照,今年的目标就是汽车驾照咯。 谢谢老板的礼物,网友则纷纷评论道,好美,是不是围棋下到你这种境界,就能跟你一样美了,不得不说作为混血儿的黑佳佳,确实称着上是一个美女。 音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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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音乐